放憋得病欲 古时候有一位名叫黄德桓的员外 他家境父母 经常救济帮忙一些穷困的人 老爷请你发发慈悲 我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哦 这些钱你就先拿去买些吃的吧 真是太谢谢您了 老爷您真是菩萨心肠 如果你以后肚子饿没东西吃的话 就去我家那里 绝对能让你吃上一顿饱饭 谢谢你 这位老爷的心肠真是很好啊 你不认识这位老爷啊 他就是黄德桓黄元外 哎呀 他就是黄元外啊 我早听说他是位大善人 经常救济穷人 没想到今天竟然被我遇到了 这位黄元外 对家中的仆人也是十分宽好 因此他家里的仆人 特意抓了一只大鳖 准备料理来孝敬园外 阿辉 你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啊 怎么拿到厨房里面来呢 哈哈 这里面装的可是好东西啊 你看 哎呀 好大的一只鳖啊 我这是刚从河里抓的 我想这么大的鳖料理起来一定很好吃 老爷平时对我们那么好 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的 我就想把这只鳖煮来给老爷吃 嗯 好主意 你帮忙生火 我这就把这只鳖给扔进锅里 行了 用不了多久 它就会变成一锅美味的憋汤了 老爷也快回来了 你先去门口迎接一下 我在这儿 看着火 好的 我去前面等老爷回来 老爷 您回来了 老爷 我今天弄了一个好东西要给你哦 哦 是吗 是什么好东西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啊 还给我卖起棺子来了 哈哈哈哈 这时 从家中厨房那里传来一阵喧嚷声 啊 你还想跑 看我抓住你 把你放到锅里 看你往哪里跑 厨房那里发生什么事了 我去看看 黄人外 一进厨房 就看到一只大鳖 在地上缓缓爬行 看起来很可怜 哈哈哈哈 我看你现在往哪跑 老爷 您回来了 这只鳖是怎么回事呢 老爷 这只鳖是阿辉抓回来的 老爷 这只鳖是我今天从河里抓的 我想平时你对我们那么好 我也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 就打算把这只鳖煮来给您吃 给您进进补 是啊是啊 我们本想把它煮了给您吃的 谁知道它到了锅里 抚养抓着锅干 背部被蒸气蒸烂 但是四只脚和头都可以伸缩 还能偷偷爬起来逃命 你们俩啊 该说你们什么才好呢 这只鳖也是一只性命啊 平日离我经常放声 而且还劝你们不要杀神 可你们竟然还把这么大的一只鳖 捉来想煮了它 这会造报应的 老爷 我们知道错了 大鞭啊 实在对不起你 让你受苦了 你们俩快将这只鳖放回河里去 是 我们这就去 大鞭啊 以后你可要小心别再被人抓住了 像我们老爷这样有善心不忍吃你的人并不多啊 大鞭 对不起了 唉 以后我可再也不敢自作主张 把鞭给老爷吃了 从此之后 黄元外一直坚决吃素 绝不吃荤 有一年 黄元外得了热病 病势沉重 已到病危的程度 唉 大夫 我家老爷的病究竟怎么样了 不妙啊 黄元外病是沉重 已经很危险了 大夫 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家老爷啊 究竟要有什么办法才能治好他的病啊 要想治好很难啊 现在只能先让元外消除身上的高热 黄家不是在河边有度木屋吗 不如让元外搬到河边木屋慢慢休养 嗯 就这样 黄元外搬到了河边的木屋休养 老爷 你觉得好些了吗 人外 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 我做给你吃 你们俩就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那天晚上 住在河边小屋的黄元外 突然觉得身上有东西在慢慢地爬行 并感觉身上很清凉 身上好凉爽 真舒服啊 天亮的时候 黄元外 感觉胸前舒畅很多 真舒服啊 这一觉睡得全身轻松 啊 这是怎么回事 啊 这不是前阵子阿辉抓来要煮给我吃的 那只大鳖吗 第二天 黄元外的病一下子完全好了 元外 您的病痊愈了 这真是太好了 这次如果不是那只大鳖 恐怕我早就死了 老爷 这只鳖是来报恩啊 护生就是救济 从此以后 我们黄家的人都要禁止杀生 更要力行放生 爱护生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